叶光碑从你手中丢失 你必须尽快找回 否则军阀处置 我会派小野一郎协助你完成任务 平丁先生 我想寻补房这些家伙 根本我们靠不住 我们靠人 不如靠自己 你们两个给我听着 我要他侠盗 便强盗 是 不如靠自己 你怎么能够 不想尽不 你怎么能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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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回事 我给你帮你帮助我 我帮你帮你帮我 你帮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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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田先生 巡捕王已经对飞鹰下了全国通缉令了 现在 所有的老百姓都对他恨之入骨 我看知之音很快就没有藏身之处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飞鹰 没错 飞鹰就是我 不去找你 你自己倒送出门来了 你们两个不知害羞的飞机 我等你们很久了 少跟他废话 我们上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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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早就想到 冒充父亲去作案的人 是平田支持的 他们为了想要知道 叶光碑的下落 所以一定要逼飞银献身 所以他们就做尽坏事 嫁后给飞银 小日本真的是无恶不作 我要铲除他们 为爹报仇 想不到平田的武功如此厉害 我想我快不行了 我已将叶光碑 交给了叶白川 你要好好保护他们 等我死后 你要代替我做好飞银的工作 行下证义 我要用枪 我要抓活的 上 有声音 老师 不如我出去看看 小心点 你们总是假扮飞银去作案 以为这样可以陷害我 你们别想得逞 听闻飞银的功夫很好 今天我要令你教一下 看能不能人感觉 啊 我 蓝长兄 蓝长兄 你怎么样 你怎么了 不知为什么突然之间失去了知觉 我们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了 好 好 好 蓝长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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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安先生 我们几经周折 把叶光碑抢回来了 这回他终于五归一元主了 虽然叶光碑再次落到我手上 但是我跟飞鹰的仇 一定要有个了断